为何说刘备是假仁义 看完这段不服不信 我死之后 贤弟便为金兆之主 刘备把战略重地拱手相扰 刘备垂涎三尺却当场拒绝 我曾忍心成仁之威 夺仁之地 主公真仁慈之主也 其实是刘备看透了刘备 名为托父实为托姑 希望自己辅佐他儿子 所以刘备大出仁义的幌子 不久之后刘备并威 孔明见他趁机夺权 去荆州作为根据地 以抵挡曹操的抱负 我绝不做此复兴之事 话说的冠冕堂皇 实际上是去荆州不难 但短时间内去人心难 有敌对的蔡氏一族在 刘备恐怕难闻脚跟 所以又大出仁义的幌子 为的是给自己攒人气 后来刘备真的病故 蔡氏一族果然篡权 并扶持刘备幼子为傀儡 打算把荆州献给曹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